這個就在雲端上面,大概第六頁 另外還有VBA的寫法 如果你對於VBA想要複習一下,你可以 才會試一下 我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的話,是寫成input box 就是這樣,請輸入年齡 然後就是輸入16歲 然後它就 Magic box跳出來,就是未成年 就是直接是input box 就變,本來是input,變input box 本來是print,就變成input box 這個程式雲端上也有 如果你要試的話,這邊有input box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地方都雷同 這個寫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剛剛是删除,找這張 然後input box不一樣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是 輸入是用儲存格 輸出也是儲存格 一個是B1,一個是B2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輸入66歲 然後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它幫我把頻率輸出到這裡 老年輸入變從這邊輸出到這邊 其實概念差不多啦 所以只是說你換不同工具 所得到的結果 其實也是一樣 但是在VPA的好處 它的那些圖形化工具 真的還是比較完整一點點 所以你說以這部分來看 這也不用比啦 這部分當然 VPA就是有先天上的優勢 你就不能說 所以不是互相取代 應該是互相搭配 這樣的關係會比較好一些些 然後其他的部分 所以如果回去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把這部分練習一下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成績的練習 這個好像在以前VPA有練習過 也是可以 再來就是BMI的計算 這個還蠻常會拿來做一個練習題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輸入什麼 輸入BMI值 輸入身高、輸入體重 告訴我BMI在哪裡 OK 那今天大概就是先講到這邊 所以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回去的話呢 請各位 一 如果你想要收到之後 就是那個上課的影片的話 自己再從這邊申請 如果剛剛我好像有說到有同學申請 那申請到錯誤的 申請到自強的 我們這邊是東吳 不要申請錯誤的 OK 這邊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 回去 請自行到那個 雲端上面暗裝 記得是早的2019的 把這兩個下載 然後重新再設定過 包含就是怎麼樣 解壓縮 然後呢 找到這個Interpreter 把兩個串在一起之後 並且設定記得 那個新增專案 然後新增模組 回去可能再把這邊再練習過吧 然後呢 還有設定什麼 編碼方式 一定要用這個 不過這中文就變斷了 OK 大概是這些 那其他的話呢 我想今天因為剛開頭了 所以也許我們就按部就班 先講到第一跟第二單元 OK 那下一次也許 如果進度快的話 可能就會繼續再講第三個單元 包含什麼呢 負迴圈 跟快迴圈 OK 其實這樣一直亂下去 我們很快的 就可以做一點 可能會對於工作上 很有幫助的事情 只是說 當然前面的基礎 一定要打穩 而且除了要穩之外 要夠快 不然的話 有時候打 打程式給各位時間不多 你又是來不及打 OK 或者還要打快之外 還要打正確 OK 所以回去請各位多多練習 那剩下的時間 我想差不多了 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好了 OK 這樣的上課模式應該OK吧 如果隨時有問題的話 當然也歡迎各位 如果有收到影片的話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隨時可以反應 看哪部分可以做一些調整 OK OK